今天是學校開航的第一天 今天市長運命會家庭協會理事長少奇城 含特委的議員 都請出政王在加北國社 在實際上向風風的工作 因應在武漢危險的疫情 加北國社也對這陸氣來 企業的健康掛合系統 結合在手機的應用軟體 只要在這個系統上來 探索的學生員 受傷這是劃病的進行各自掛合 系統在東部中資料三九九有報 當時對App來推博裡面 來通報到校風還有家庭 相信在今年年中 將致命推行到各國中社會 開下第二天 今年市長運命會家庭協會理事長 少奇城含特委議員 一早就來到企業的故事 是採航風風風雨作為 好好依照著標準創業平素來風雨 溫流為核心營 進行臺溫流採航消毒 核心進入到時 經濟低速順調良好 大家也做回行 實質健康的製作補照 展現風雨的掘心 為了協助後方陷家庭 進行臺溫時 來掌握到學長的健康狀況 將於市長運命會財政策 集合在医科技的健康掛和系統 在加白國小來試辦 一定今年以來 要在各國中小學做人推動 那時間 地點 症狀 全部都在那邊做個記錄 同時也可以立刻傳到相關 包括家長 校長 還有學務主任那邊 甚至導師都有 讓大家第一時間掌握到 孩子的健康狀況 我想這是全國第一個 第一個能夠開發出來 而且能夠再運用到 我們的一個教育系統裡面 不過我們希望 這個比較成熟以後 在今年能夠推廣到 每一個學校去 今天來到加白國小 我感受到 所有各界對我們的關心 然後不但是物資進來了 然後孩子也都能夠 健健康康在這邊學習 感謝所有的家長 大家的放心 我們希望孩子在這邊 學習安心快樂 進入手機的APP 吉時通報效能和學生家長 當時緊張 結合電子 學生前 策定成功 和電子 聯絡保護 燈燈的功能 成為學生成長記錄 還有和家長的交通背帶 這次新聞 我們就當孫王小孫 跟他一起彩虹活動